退役后的中国女排队长慧若琪,近况如何? 小慧,现在主要的工作就是打理自己创建的慧若琪发展基金慧。 说起慧若琪,她真的是我们中国女排最为全面的保障性主攻。 李约奥运会上,她冒着心脏手术后的风险奋力地和队友们一起拼了一枚宝贵的金牌,夺冠后和队友紧紧拥抱,泪如雨下。 说实话作为一个大男人看到这一幕,我当时也是感动不已,眼泪不自觉地流出,小慧真的太不容易了。 据悉,现在退役后的慧若琪把主要精力全部放在了慧若琪女排发展基金会上。 在刚刚结束的南京女排总决赛上,作为发展基金会的会长,她也作为重要嘉宾给获胜的队伍进行了颁奖。 现在的慧若琪还热衷于公益事业。 最近她的慧基金深入南京无所乡村少年宫进行志愿者服务,陪同很多留守儿童一起玩游戏,他们一起打排球,折制飞机,做手工,她像个大姐姐一样和这些小学生打成一片。 可以说,小慧的正能量无时无刻都在传播,以前是传播在球场上,现在则是回馈于社会。 我记得,之前看过一个鲁豫采访她的视频,她讲述了两次经历心脏手术的过程,肩膀上打了七个钢钉,其中有一段话,我印象特别深刻,那就是在李约奥运会前夕。 郎导问她,经历了那么多困难,你真的不想最后拼一下吗? 慧若琪思考了很久,她说,她不想老的时候后悔,最后还是冒着风险,上场拼了。 结果她拼博对了。 我们可以想象女排球员夺冠背后,付出了多大的艰辛。 现在小慧虽然退役了,但是她始终牢记着自己是一名体育员的宗旨,一直身体力行地用实际行动来为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作为球迷,也忠心地祝福她以后的人生越来越顺利。 送上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小诗赠于她,愿此去繁花似锦,再相逢依然如故。 Nina Megan Megan halten stä婚 ila 图 故很 态 出发